是 呃 南宇就是说其实呢 讲到这个议题上个礼拜 其实我就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所有人都欺负这个凯凯 五一五靠 那五一五靠到什么地步 人是12月24号就走了 结果王玉敏 你好意思说你3月11号 看媒体才知道的 你的身份是什么 你是儿蒙的董事 换句话说儿蒙在这个 从12月24号之后 到3月11号 你们内部没有完全没有讨论过 这件事情吗 那你会说哦 那个因为他是董事啊 他又不是我们的高阶主管啊 那他不是很不是很清楚 那也没有什么好议论啊 好那我们就来回到一件事情 记不记得在3月11号 还是12号那一天 就是那一个他们执行长 呃出来在受访的时候 白立方 对高立方记者问白立方 记者问他多少问题 包括你们知道 最后一次去量凯凯 他的身高体重 大概是多少 那到他那时候已经离开的时候 如果有很大的一个悬殊落差 不是就代表这小孩子没有被照顾好吗 就这个执行长 他说什么 他说我手边没有这个资料 然后记者就继续问说 那如果小孩子受伤什么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SOP 你什么都没有 你们这个孩子 在你们照顾这三个月里面 现在人让人家怀疑到 你们可能连社工去探视都没有 社工现在承认 他有造假 到底是造假还是伪造 我其实存很大疑问 造假的意思是 你可能还有去看 只是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那种伪造是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去看 结果这个执行长 在当时记者受访的时候 他还说什么 他还说 我相信我们社工不会造假 后来人家说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造假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间做保证 他还叹了一口气 说这个我说了一百遍 你们也不会相信 结果现在事实证明 你的社工坦诚 他就是有问题的 那现在他下台了 被董事会要求下台 就他写了一个公开信 这执行长 他说本来想跟大家一起走过这世界 但由于在媒体危机处理的过程 做得不够好 所以董事会要求他下台 你不是在媒体危机过程处理不好 你是从头到尾麻木不仁 你们儿服从头到尾麻木不仁 没有SOP 这还是所有问题关键点 然后我其实不太愿意去责备 第一线的社工 因为就我所知 他们如果是1.1 1.9亿的一个人事备用 据他们说养了450文 那一个人其实不到4万块 那个工作量之大 是连我都觉得 其实能在那边一起坐下去的社工 我也佩服他们 他热情在撑了 对 那现在诚信社工是个人问题 但是你组织内部显然监督有问题嘛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整个议题要谈就要谈清楚 但是王玉敏 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资格 假装你是公亲 然后不小心变世主 不是 儿服从头到尾是你在里面 一开始做执行长的 如果儿服到现在几十年下来 连一个小孩子受伤 SOP都没有 你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其实今天整个事情 我是非常认同 你其实应该要进行相关的利益回避 儿服要从头到尾讲清楚 因为我过去这段时间 我也在去 承备儿服的很多财报资料 2006年 儿服的资本额才1亿 每一年在1,2亿 1,2亿现金在增加 现在45亿的一个财产善报里面 27亿是现金跟约荡现金 其他的15亿还是17亿 是放在所谓的一个基金定存 基金定存是什么 有购物基金 什么儿童照顾基金 不同的 那到底有没有把这个笔钱拿去做投资 目前为止 因为财报没有揭露 不是很清楚 但简单一句话 就是怎么会有一个慈善事业 越做越有钱 跟聚宝盆一样 每年生钱出来 就两个状况 第一个 该拿去做善事的钱没拿去 第二个 拿去做善事的 但是应该要投资在这个员工身上的这个部分 并没有进行那个投资 所以现在才变成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我也必须要谴责 怎么可能 我现在整个就觉得说 你知道吗 我们整个国家 把出收养的所有的审查 媒合 转介 安置 所有的责任 竟然是托付给儿福这样子的民间机构 我想请问一下 我如果是那个小孩子的妈妈 我是监护人 是你们人 我虽然愿意要出养 但在还没有找到出养人之前 是你们政府的人 把孩子从我身上带走的 政府不是应该要负责吗 不管这个政府是所谓的地方政府 或中央政府 总要有人给我负责 结果现在事情出来了 每个人都说应该要 我们开始转接出去了 是他们要负责 然后一个一个指往下指 指到最后负责人是谁 就是那个保姆跟诚信社工 所以从头到尾没有监督的一个机制 这才是令人家觉得最可怕了 但是我觉得王玉敏的 其实应该要说明清楚 为什么在你当执行长的任内 儿福的基金资产越来越茁壮 但是现在却发生 你竟然连所谓的SOP都没有 你又来个人家 可便老人家 我认为我认为你 对于是美国